今天说的这一位 号称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最残忍的连环杀手之一 这个人叫伊斯雷尔凯斯 这凯斯啊 1978年出生 1978年1月7号生于美国犹他州科夫 他呢兄弟姊妹很多 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十个孩子 可以说那些年没忙活别的事 年年生孩子了 这凯斯在家里排行老二 他的父亲叫约翰杰弗里凯斯 他的母亲呢叫海蒂 这夫妻俩呀都是异教徒 什么叫异教徒 就是不信基督教 所以呢 在美国就有点格格不入的 他们也不信美国政府 也不信那些医院学校的事 那既然不想着跟大伙打交道 全家人呢 就搬到了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生活 那儿啊 就是一片大树林子 基本上就与世隔绝了 搬去的时候 凯斯还是个孩子呢 走路都不利索呢 他们家呀远离正规的居住区 所以家里也没暖气 也没电 过的就是半原始生活吧 异教徒啊 他是不信基督教 不是说他没有宗教信仰 凯斯随着越来越大 就开始跟着父母一起到教堂 开始有了信仰了 但是他们加入的 是一个宣扬白人至上的教会啊 就是这种种族歧视是比较严重的 他们呢 就认为白人将统治其他的种族 认为跟其他的种族通婚 这是邪恶的 是背叛教义的 这些思想 在凯斯心里边就根深蒂固了 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这个 他的父母呢 远离人群生活 在大树林子里边 那也没有工作呀 为了生存 他们过的就是原始生活 这些孩子们呢 就得去打猎 砍柴 在当地农场打工 反正想方设法养家糊口呗 有一段时间呢 都不住房子 野外搭起了一帐篷 孩子们就在帐篷里边睡觉 凯斯啊 年纪轻轻的 就学会猎杀了 后来 凯斯也说过 说我从小啊 就喜欢屠杀那些 有心跳的东西 只要有心跳 杀什么 我都愿意 我都喜欢 还跟小伙伴 在教堂里边 活剥过一只小鹿的皮 在教堂里做这种事情 必然引起大家的反对 有一个女孩说过 凯斯的存在 凯斯的存在 让我毛骨悚然 这凯斯 从小就长歪了 小时候呢 恩断一绝 并且开始幻想着 杀死陌生人 2001年 退伍了 退伍之后呢 一直住在华盛顿 2007年3月份 这才和女朋友 还有年纪还小的女儿 搬到了阿拉斯加 这凯斯从小在森林里边 长起来的呀 所以啊 他会干木工活 2007年 凯斯就在阿拉斯加 从事建筑工作 还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呢 他呢 又是包工头 又是工人 一肩挑了 在妻子的眼里啊 凯斯呢 是个无微不至的 很勤劳的丈夫 在女儿的眼里 自己这爸爸呢 更了不得了 太伟大了 之前咱们说了 这凯斯的童年不幸福啊 但是成年之后 你看 也有家庭了 日子过得也挺好 那为什么成为了连环杀手呢 也许啊 在他后来留下的一幅画里 能看出一些端倪 这凯斯 后来被捕之后 还没等审判的 自己就在监狱里边自杀了 他死了之后 警察呢 就在他那号房里 发现了一幅画 用写画的 画的是12个头骨 当时警方认为 这很可能说明 他至少杀过11个人 但是 这一切 随着凯斯的死亡 也成为了一个 永远没法破解的谜团了 从前到后 警方啊 一共是确认了三起谋杀案 根据凯斯所说 第一次作案 是1998年 在俄勒岗州 当时呢 郑福兵役呢 他绑架了一名少女 并且强奸了这名少女 实施强奸之后 他想把这少女给杀了 但是这姑娘呢 苦苦哀求他 最后心软了 他就放这个姑娘离开了 在供述这起案子的时候 凯斯还跟警察说呢 我当时啊 还是不够狠心 不够暴力 我下定决心 今后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一定会杀掉他们 不过到底这名受害的少女 是谁 一直是一个未知状态 从始至终 没查出来 尽管只能证实 他犯下三起谋杀案 但警察一致认为 凯斯肯定还害死过别的人 一些失踪案件 实际上可能正是他做下的谋杀案 在接受警方第一次审讯时 凯斯就透露说 他在服兵役的时候 部队呢 在楚家旗山脉练习打靶 他说呀 他计划在那儿 射杀一对夫妇 但是被一名警察给打断了 当时他也考虑过开枪 打死这名警察 但那警察呢 是个白人 他从小不就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吗 那就是白人至上 他就决定放弃作案 饶他一命 凯斯犯下的这么多起杀人案 还有一个让世人震惊的点 就是啊 他都会精心准备杀人工具包 到底这杀人工具包又是怎么回事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有一回呢 凯斯啊 本来是当兵的时候 射击呢 准备杀死一对夫妇 不过正好有警察在那打断了 他本来想着把这警察也杀了吧 可是一看不对呀 这警察是白人呢 各位 咱一开始就说过 这凯斯从小啊 就经受了一种教育 那就是白人至上 不行 我不能杀他 这么着就把这警察给放了 那么这凯斯杀了这么多人 他为什么要杀这些人 他是怎么确定作案目标的 之前又经过了怎样的预谋和准备呢 凯斯后来还说 他每一次杀人呢 没有真正的预谋 就是随机选择受害人 为什么这么做呢 就是避免被提前发现 他会在很多地方 藏好那杀人工具包啊 什么叫杀人工具包呢 有枪 有消音器 包括一些其他的武器 还有逃跑之后用的现金等等 这凯斯啊 因为自己有一个女儿 所以他杀人的时候 自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 一个硬性规定 永远不会杀害儿童 或者家长带着孩子在一起的这种 旁边有孩子的这种 他不会杀 经过确认的第一起谋杀案的受害人 是弗蒙特州 一对叫比尔和洛林的夫妇 他们的尸体啊 直到现在还没被发现呢 凯斯说 当时使用了杀人工具包里的武器和工具 侵入了这对夫妇的家 那一年是2011年6月份 那为什么要杀这对夫妇呢 凯斯说 他们符合我的标准 他们没有孩子 没有狗 没有带车库的房子 所以我就应该杀了他 他闯入这对夫妇家里 制服了他们 把他们呢 带到了一座废弃的农舍里边 杀死了男性啊 杀死了比尔 然后强奸了比尔的老婆洛林 并且杀死了洛林 2012年2月1号 这是凯斯做的最后一起案子 他在阿拉斯加都夺路上 绑架了18岁的少女 萨曼莎柯宁 这柯宁呢 就在这条路上的一个咖啡摊工作 凯斯走进这咖啡摊的时候 戴着口罩 穿着连帽衫 跟萨曼莎呢 要了一杯咖啡 萨曼莎一看来生意了 给他准备咖啡做咖啡呗 凯斯突然抱住了萨曼莎 把他绑了起来 然后把他强行拽到了一辆皮卡车上 整个绑架过程啊 都被路上的监控摄像头拍下来了 之后这凯斯还绑架勒索呢 联系萨曼莎的家人 要求赎金三万美元 直接存入萨曼莎的银行账户 萨曼莎的家人一听出这么大事 那得照办呢 可实际上啊 凯斯早就把萨曼莎给杀了 绑架之后先是强奸 强奸完了第二天就杀死他了 他把萨曼莎的尸体留在一个棚子里 自己呢 还跟家人去游轮玩去了 从游轮回来之后 又把萨曼莎的尸体从棚子里搬出来 给他化化妆 然后用那鱼线啊 就过去做手术的那种鱼线 把萨曼莎的眼睛也给缝合住了 后来这萨曼莎家人不是给了赎金了吗 拿到了钱 这凯斯啊 就暴力摧毁了萨曼莎的尸体 还把尸体扔在了阿拉斯加安克雷奇郊外的一个湖里 最终被警方打捞到了 这凯斯呢 也挺机灵 当时赎金存进萨曼莎银行账户之后 凯斯就到了亚利桑那州 威尔科克斯的一家银行提取了一部分 然后迅速赶到了新墨西哥州 洛兹贝格的一家银行提取更多资金 你看 为了取钱 专门到不同的州去取 这就等于跟在咱们国内啊 为了取点钱 不一样的省份去取是一个意思 调查人员后来啊 从银行调取了监控录像 显示取款的是同一名男子戴着口罩戴着眼镜 后来凯斯也交代 为了不让警察认出他来 他取款的时候呢 穿了很多层衣服 为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更高大一些 可事实证明 这些你没用啊 2012年3月13号 凯斯在德克萨斯州勒夫金被捕 被捕之后 凯斯啊 直接跟警方坦白 说萨曼莎已经让我杀死了 还跟警察说了 你们具体到哪个地方可以找到他的尸体 同时 还特别冷静的跟警察说了一句 这个女人只是我众多谋杀案中的一个 被捕之后 她供认了至少无起 您各位该说了 这很配合呀 怎么才确定了三起呢 其实啊 她不是配合 我先告诉你我杀了人了 那你不得查吗 你一查去 你一时半会儿盼不了我吧 那我说的这些也不一定是真的 真真假假都有 那你更得费功夫了呀 凯斯啊 拒绝透露除了萨曼莎和比尔夫妇之外 其他受害者的姓名 也拒绝提供确切的位置 反正就是不说 我就让你们干着急 2012年12月2号 凯斯不知道从哪儿 弄到了一个剃须刀的那刀片 就藏在了他那号房里面了 当天在牢房里用割腕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后警察在他那号房里 发现他留下了一些疑似有关案件的遗物 其中就有咱们之前提到的那幅画 2020年的时候 阿拉斯加当地的警方啊 才公布了这幅画 这幅画呢 上面是12个头骨 还有一个五角星 并且当时警方声称 这是凯斯在一书里绘制的图画 是用自己的血写成的 上面还写着几个字母 连起来的意思就是 我们是一体的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呀 这是凯斯对他夺取的11条生命 毫无悔意的一份供述 事后调查这起案子的警察还说了 凯斯绑架和杀人 不是因为他疯了 也不是因为宗教信仰 更不是因为他有不幸的童年 他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因为他从杀人和绑架里能获得快感 这就像是那些吸毒的瘾君子 从毒品之中获得满足 是一样的 他杀了这么多人 不为别的 只为过瘾 行了 这个赫赫有名的连环杀手 就为您说完了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件 2014年发生在内蒙古扎赖特旗的一起凶杀案 2014年6月27号 在内蒙古扎赖特旗的一个公园里边 有人呐发现了一具男尸 这案发现场啊 就位于小镇最繁华的一个地方 这个公园呢 平时人来人往 就在6月27号这天清晨 有人就发现啊 在这公园中心佛塔旁边的树林子里 有这么一具男性的尸体 这个案子 让当地公安局的局长啊 愁的都在那揪头发呀 那么这个现场呢 是在这佛塔旁边的这树林里 这尸体上边啊 有一个防水材料 就大伙建的特别多的 那种装修用的啊 那防水的羽布 打开这个防水羽布 底下就是这尸体 尸体呢 因为是在夏天已经高度腐败了 并且尸体的穿着呀 非常的完整 没有破损 尸体表面呢 也没有任何的锐气伤 就是没有什么刀伤啊 是砍的是刺的都没有 但是头部有钝气打击伤 死因是什么呢 是重度开放性 颅脑损伤死亡 法医啊 在现场初步鉴定的时候 把这些结果就跟现场的刑警说 刑警们呢 哎呀还一边听 也一边急的揪头发呀 因为这个现场啊 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各位 没有不寻常的地方 这就是最不寻常的地方了 这案发现场不复杂 附近呢就一块大石头 这大石头上有血迹 有毛发 那么应该这石头就是作案的凶器 尸体用那防水的雨布裹着 现场附近没有任何凌乱的痕迹 您各位说了 不杂乱不凌乱 这么一个干干净净的现场 怎么会发愁呢 对呀 就是因为这个发愁啊 他不凌乱不杂乱 那么就证明现场没有什么太有价值的线索和物证 根据尸体腐败程度来看 死亡时间啊 应该挺长的了 警方的第一个难题是什么呀 这个地方是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各位听友们 您可以利用这么十秒钟八秒钟的时间想想 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他会不会是第一案发现场呢 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 衣着很完整 外边盖着防雨布 旁边一块大石头 身上没有锐气伤啊 脑袋上明显的就是让人砸死的 警方啊 一开始认为 这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很可能是抛尸现场 因为如果这是第一现场的话啊 这具无名男尸 拿着这个防雨布 把它包裹起来 这是需要时间的 其他的一些处理尸体的过程 也需要时间 这公园人来人往的 你在这儿 这么大庭广众的处理尸体杀人 那不太现实 很不方便 包裹他的这个呢 就是那种工程用的防雨布 当时这块防雨布上边啊 还有那种水泥白灰的渣子 警方就感觉 这是不是哪块装修淘汰下来的呀 因为这公园里边啊 不应该有这种布 警方就猜 是不是哪个工地上摔死工人什么了呀 从工地上裹一块布 把它挪到这儿 可能是没给工人上保险 怕赔钱啊 还是怕怎么的 而且当时呢 那个树林子底下呀 那树是很密集的 没有办法展开搏斗 如果搏斗的话一定会有搏斗痕迹 但是现场没有 无论是从尸体上的痕迹来说 还是从现场的痕迹来说 警方就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在睡觉的时候 或者是昏迷的时候 被人给打死了 又被扔到了公园里边 分析来分析去 这里啊 应该就是第二现场 可是 又有的民警提出来不同的想法 为什么呢 附近不是有那块大石头吗 那石头上有血迹 有毛发呀 这应该是凶器呀 那块石头 得有三十斤左右 后来经过技术鉴定 石头上的血迹和毛发 就是死者的 如果说这里是第二现场 在别的地方拿石头 把人砸死了 他把尸体挪这来就算了呗 这么重 这么大的一块石头 他也搬过来 干什么用啊 判断案发现场 这是破案的一个重中之重的基础 这儿是不是第一现场 也能说明很多的问题 为了查清楚第一现场是不是这儿 警方呢 在案情分析会上 找到了一个突破点 什么突破点呢 就是看那块包裹尸体的防水 如果说这是抛尸现场 把这人打死之后 拿着防水布这么一包 又扔到这儿的 那么这防水材料上的血迹 应该是擦拭状的 因为你包的时候必然会蹭上嘛 对吧 但是这块布上的血迹 以及啊 那大石头上有的血迹 是喷射状的血迹 这也就是说 这里就应该是第一现场 为了深入核实 警方再一次勘察了现场 最终确定第一现场就是这儿 如果说是抛尸现场的话 那么嫌疑人带着那么大一具尸体 肯定会被发现的 但是警方啊 通过监控视频的这种筛选筛查 都没有发现 又问了现场的一些可能的目击证人 也没有发现 第一现场是判断出来了 那么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什么情况呢 死者衣物是很完整 但是裤腰带和裤子的拉链 是解开的 警方就想啊 是不是死者在这儿 跟什么女人发生了性关系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裤腰带是解开的 扣子是解开的 拉链也是解开的呢 警方就琢磨着 这个案子应该是跟情有关 很可能是情杀案 尽管说有着种种猜测吧 但目前为止 这依然是一具无名尸体 他身上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呀 查清识源 无名尸体案 这是警方最头疼的案件了 而按照以往的经验啊 一旦说找到试源了 确认死者是谁了 那么侦破就是水到渠成 世界上他没有无缘无故的 很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 既然说凶手把他杀死了 那么一定有因果关系 因为什么事情才要杀死他 只要确定死者是谁 那就查他的社会关系 排查出来一点一点的关系 往往就能够确定犯罪嫌疑人了 因为尸体呀 已经高度腐败了 没有办法进行辨认 所以侦察员呢 开始通过现场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证据 来进行分析 首先还是分析那块布 这是工程用的防御布 因为啊 这个布顶上还有水泥和白灰的渣子 这应该是装修的时候淘汰下来的 所以跟装修或者工程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死者的手 当时这手啊是受着伤的 缠着绷带的 也就是说 这很可能是干活的工人 干活的时候呢 把手给碰伤了 再一个 死者的衣着啊 包括穿的鞋子 穿的呢 不是那种西装笔挺的那种正装 而是穿的很休闲 鞋呢 也像是普通打工者穿的那种鞋子 所以警方判断 死者很可能就是在某个工地打工的 按照这个推断 警方对全城的工地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因为这些物证都指向了工地 所以侦察员对这次走访 非常有信心 而与此同时 根据现场的物证 对嫌疑人呢 也进行了刻画 刻画呀 也是出见成效 当时就看现场这块三十多斤的大石头 警方就想 什么人啊 能有体力拿起来这块石头 你不是说费剑巴拉的搬起来 对吧 你得搬起来 举起来再砸人呢 所以他拿这三十多斤的石头 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再一个死者的裤腰带开了 死者当时在干什么 为什么裤腰带开了 最后警方分析 嫌疑人很有可能是男人 而这个男人很有可能是和死者发生关系的那个女人有关联的 可就在这时候啊 对工地的摸牌结束了 警方得到的却是一个很失望的结果 各个工地上都说没有失踪人员呢 那么这也就没有线索了 根本没有人反应说有人失踪什么的 没有线索 那么这就证明警方之前的推断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 侦查的方向很可能错了 警方就开始发动老百姓 发动群众 寻找石垣 把受害者的图片呢 就拿着向周围的群众扩散 一边啊 是发动群众寻找石垣 另一边呢 又有了新的侦查方向 那个现场啊 正好有一个多兰湖三号高速的摄像头 正好这个摄像头是对着现场附近的 他那个拍摄范围呢 就在现场周边 这很关键 看这监控摄像头里 会不会出现可疑的人物 其次 这案发现场这儿啊 也有监控 您各位该说了 那既然有监控摄像头 你直接看监控不完了吧 你还走访摸牌个什么劲呢 首先呢 得避免遗漏嫌疑人的画面 所以观看监控 不能快进 不能快退 不能跳跃 你就得一比一的比例 一点一点的看 死者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 这个很关键 之前咱们说了 根据死者腐败情况来看 死亡时间呢 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监控视频 你从头到尾的看这是需要时间的 你不能说光派人在这看监控 别的事情你就不做了 对吧 那得是齐头并进 再一个呢 发现尸体的时间 它不是死亡时间的 你只有知道了确切的死亡时间 才能顺利找到案发时的监控录像 那么在等待确切死亡时间 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你也得需要一点一点的进行分析 后来啊 法医就推断 死亡时间应该是20天左右 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呢 死者的身上啊 都生蛆了 一般这个蛆啊 大家都见过是吧 在那儿雇佣雇佣的啊 一只一只小小的白色的小虫子 很恶心啊 那么一般这蛆呢 是怎么变成蛆的 它先是有卵 卵呢 先变成蛆蛆呢 再变成蛹 蛹再变成幼虫 那么死者身上生的这蛆 正好是这个幼虫阶段 蛹到幼虫这个阶段 那么这样就能够初步推断出来 死亡时间是20天左右 这么长的时间跨度 对于看监控的侦察员来说 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呢 警方分了三组 每组两个人 整天这六个人呢 什么也不用干了 就不停的观看视频 筛选视频 为了争取时间呢 警方还利用了先进的图像侦察系统 这个图像侦察系统是个什么意思呢 用机器啊 可以对这监控视频进行录入和解锁 就是能够可以快速的查找到某个移动的物体 机器发现了什么可疑的视频了 再由人工重新去看 死者呢 死亡时候穿的是一件红色的T恤 抓住这个特征 警方就开始对监控来进行搜索 虽然有侦察软件的帮助 但是监控视频的量太大了 案发当天通过观看视频 一点收获也没有 看视频呢 看的时间长了 人都会头晕 你都得看吐了啊 所以说呢 每两个小时就换一次人 你这个看视频看的你说这民警难受 这还好 你这一难受精神一不集中 你要是漏过什么关键信息 那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呢 不能让他们太疲劳 还是应该轮班制 但此时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之前法医推断出来的死者死亡时间 应该是20天前左右 正是因为法医给出的这个结论 这就让民警们筛查监控的时候啊 发生了方向性的错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之前我们说很多案子的时候也提到过啊 在侦察过程之中 时间很关键 如果说错过了破案的黄金时间 有些线索很可能就再也找不着了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法医认为死者死亡时间应该是20天左右 但是在案情分析会上 侦察员对死亡时间提出了不同意见了 认为死亡时间呢 应该不到半个月 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跟20天 这差距可就太大了 为什么民警会对死亡时间提出不同意见 为什么不听法医的专业鉴定报告的结果呢 这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在现场遗留的物证之中 发现了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 死者身边啊 有一个矿泉水瓶子 这矿泉水的生产日期是6月11号 发现尸体是6月27号 法医推断死亡时间应该是6月27号往前倒20天 也就是6月7号左右 那6月7号死的 你身边怎么会出现一个6月11号的矿泉水瓶子呢 事情进展到这儿 难道说 法医通过生蛆 那蛆虫的生长速度 推断出的死亡时间 竟然出错了吗 您各位听友可能又说了 这矿泉水瓶 是不是后来什么人随手扔那的呀 或者是拿风给吹到这来的呀 事实证明 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 各位还记得吧 死者的尸体是拿防雨布包着的 而这矿泉水瓶在防雨布的下面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先有了矿泉水瓶 后来在处理尸体的时候 把这个雨布往这尸体上一裹 往这地上一扔 这就压到了那个矿泉水瓶 那么矿泉水瓶的生产日期是6月11号 也就是说 死者到这尸体到这的时间 一定是在6月11号之后 你这矿泉水 他从出厂 你再到商店 你再到消费者买了 再喝了 再扔到那 最起码他也得有几天的时间吧 侦察员呢 又迅速走访商品的流通环节 就想搞清楚一瓶水 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上 到底需要几天 商家也好 厂家也好 给出的结论 一般呢 是三四天 6月11号生产的矿泉水 最早也得6月15号 才能到案发现场 那么死者的死亡时间 就应该是在6月15号之后 而不是之前推断的6月7号左右 当然了 无论是法医也好 技术人员也好 还是刑警也好 给出的这些结论 他也都是警工参考 对吧 案子没破呢 就说死亡多长时间了 这是一种推理 按照常规的经验来进行的推理 所以他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 案发第二天 根据新推断的死亡时间 侦察人员呢 重新又筛选了这个监控录像 尤其是对重点时间段的监控视频 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很快 关键的线索 关键的资料 就筛选出来了 发现在6月19号早上6点多的时候 监控视频拍到了这个死者 死者呢 看样子是在佛塔底下睡觉呢 这就证明了 死者的死亡时间 不是之前推断的6月7号左右 尸体被塑料布盖着 加上天气炎热 所以呢 腐败的很快 这也造成了法医判断上的失误啊 对高度腐败的尸体啊 进行死亡时间推断 本来就是一个难度特别高的课题 出现误差呢 是在所难免的 而侦察人员呢 利用现场的这么一个矿泉水平 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成功的修正了这个误差 也争取到了非常宝贵的侦察时间 警方啊 就从这6月19号的监控视频 再往下慢慢的就捋呗 发现死者还有一个同伴 一块在普惠塔下边 住在一起睡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6点起 包括上午啊 这个视频都能够看见这俩人 警方从这个视频上就分析 这两个人的关系呢 应该是比较亲密的 监控上的时间 一直到了6月19号下午4点左右 侦察员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 因为身穿红色衣服的死者 与身穿白色衣服的同伴 一起消失在了画面深处的树林子里边 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后 晚上6点 那个穿白衣服的同伴 从案发现场就走了出来 而且呢 还穿了一件蓝色大衣 骑着一辆自行车就走了 睡觉都挤在一块睡 这证明关系很亲近呢 可为什么进了一趟树林子 死者没出来 这个人骑着自行车走了呢 当时警方啊 就高度怀疑这是凶手 但是你没有办法 凭借这监控视频 你就说人家是凶手 但不论他是不是凶手 至少他一定是知情人 现在有了监控视频的辅助 就等于有了死者和嫌疑人的 精细的图像了 民警呢 用手机把这图像啊 都翻拍了下来 开始了又一轮的走访摸牌工作 而就在此时 公安局里来了一男一女 要求辨认尸体 来的这个男人呢 他说他弟弟不见了 一家已经十多天 没弟弟的消息了 经过辨认 这个男的当时就认出来 说死者啊 就是我的弟弟 因为他穿的裤子 是我哥哥给他买的 来的这个女人呢 是死者的同乡 因为看到了其他的通报 就发现死者呀 很像一个村子的童某 这才通知着童某的哥哥 一块来辨认 经过核实 经过DNA的比对 这死者果不其然 就是失踪多天的童某 诗员终于确定了 按照以往的经验 通过了解死者的社会关系 很容易就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了 可这次的结果 却出乎侦察员的预料 他哥哥呀 一说起来死者的名字 警察当时就查出来 曾经啊 警方约束过死者 为什么呢 喝酒闹事 警方曾经把他约束到酒井 然后啊 这死者呢 也没什么有矛盾的人 没说跟谁说有仇啊 有冤啊 欠谁钱呢 或者跟什么女人纠扯不清啊 都没有 但是死者同谋 有一个毛病 嗜酒如命 平时呢 也不务正业 有点钱就喝酒去 所以和家人的关系啊 也都挺疏远的 不怎么样 除了喝酒 同谋 没有仇人 而且呢 他生活贫困 更不可能成为别人抢劫的目标 就是别人不可能阴才杀他 也不可能阴情杀他 也不太可能因为仇杀他 那么为什么要杀他呢 警方此时最后的希望 只能是辨认出那个和同某最后接触的穿白衣服的男子了 当时啊 警方就问 这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 可是同某的家人看来看去 不知道 没见过 不认识 本来以为 查到了石原就能柳暗花明了 可结果一无所获 警方啊 通过走访附近老百姓 有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消息 说这个人呢 经常在公园里边出现 随后警方呢 又扩大了对监控视频的筛查范围 还真是有了新的收获了 为什么呢 这穿白衣服的人 他不是骑自行车走的吗 你既然是骑车 你应该走不了特别远 所以啊 就顺着他骑车走的这个方向 挨个的监控摄像头 追查过去 就想着追踪嫌疑人骑车的路线 发现他的落脚点 后来呢 这嫌疑人骑着自行车就出了城了 出城之后 也没有了视频监控了 这才彻底走出了警方的视线 通过对他路线的追踪 就发现呢 他到过阴德尔镇多兰湖 能找到普惠塔 这说明他在阴德尔镇生活过 这样警方就又往前啊 调之前的视频资料 发现嫌疑人在阴德尔镇待过 既然你在这生活过 那么必然会留下你的蛛丝马迹 根据监控追踪到嫌疑人离开犯罪现场的路线之后 侦察员呢 又在地图上一一的标出了线路的坐标 根据这条路线 也要尽快分析出嫌疑人最有可能活动和停留的区域 在重点区域里面再调取社会监控搜寻目标 很快嫌疑人又出现在了警方的视线里 发现这个嫌疑人呢 曾经到一个卖酒的地方进去过 并且进去的时间很长 那么这就说明这儿可能有人认识他 你要是不认识这店家 你进去买完东西就出来呗 你只有说认识人家跟人落半天坑 你才可能待这么长时间 警方呢就到了那个卖酒的店里边进行走访 走访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说这个人呢在买酒的过程之中 确实跟这店家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 说他是小橙子那边过来干活的 马上警方呢就又通知小橙派出所的社区人员进行辨认 正好辨认出来这个人姓张 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 很快张某就被带到了公安机关 在众多的证据面前张某还是交代了犯罪的过程 张某和死者童某是怎么认识的呢 他们是一块喝酒认识的 因为这俩呀都不务正业 都是流浪汉 也没有固定的场所居住 所以就一起在公园的佛法底下 安了一个临时的家 据张某交代 因为俩人都没收入 平时呢都是靠小偷小摸 张某案发当天骑的自行车就是偷来的 俩人顺手牵羊 偷来的钱基本上都喝酒了 而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相处不错的张某和佟某啊 不是因为什么女人反目 而是因为一部手机反目成仇 这部手机呢 是他们俩在阴德尔镇一户居民家里边偷来的 偷来之后啊 这童某就想着据为己有了 这手机就是我的了 这张某呢就多次跟他要这个手机 咱俩一块偷的 不能光是你的呀 也得给我用用啊 但是童某就是不给他 这么着童某系上筹了 趁着童某睡觉的时候 拿起来公园里边的大石头 咣当就砸在了童某的脑袋上 因为张某来本地的时间不长 在这也没熟人 他就想着肯定不会有人知道我 也不会有人找到我 所以在案发之后 他也没有离开扎赖特齐 而且呢 同伙死了好几天之后 他发现警察怎么还没找我来呀 那就找不找我来呀 他就更放心了 可他哪想到 警方从发现尸体 到把他抓捕归案 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 至此 这起佛塔底下的命案 最终告破